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真相调查的首次听证会在布里斯班举行 澳研究人员发现了具有长期记忆的特殊细胞 涉嫌暗杀特朗普的枪手被指控犯有枪械罪行 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 参议院就联邦政府干预建筑林业和海事雇员工会领导层一事 展开激烈辩论 在该工会内部出现腐败和领导不利的指撑后 政府任命了一名独立管理人对其进行接管 自由党参议员米卡利亚卡什对政府的干预时机提出质疑 称工党成员早已了解该工会内部的文化 工党参议员黄英贤为政府的行为辩护 称工党是唯一试图纠正该工会内部环境的党派 本届政府和本任总理采取了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更有力的行动 来铲除该工会的犯罪行为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是工党 我们相信工会的原则 这些原则与腐败暴力和有组织犯罪无关 而你们所做的是试图打击工人试图打击工会的原则 有关真相调查的首次听证会正在布里斯班举行 有一千多人出席 调查将听取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 皆是澳大利亚第一批定居者的殖民统治对原住民社区的影响 调查主席瓦尼亚伊和卡尔·卡多恩原住民约书亚·克雷默表示 真相调查和疗愈调查将鼓励昆士兰人更多的了解本州的历史 克莱默是领导对昆州黑暗历史进行独立调查的五名成员之一 为期三年的调查过程是通往条约之路法案的一部分 该法案还监督了在该州建立的条约研究所 国防工业部长帕特·康罗伊多次呼吁中东停火 但拒绝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发表评论 康罗伊部长在堪培拉的导弹计划演讲中发表了上述言论 此前政府成员多次呼吁结束敌对行动 他们还表明了对战争结束后两国解决方案的立场 康罗伊先生说他无权判断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中是否犯下战争罪 这不是我能说的 我不是国际刑事法院也不是任何其他人 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们呼吁中东紧急停火 我们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进入那里 只要冲突还在继续 我们就敦促各方尊重国际法规则 我和许多澳大利亚人一样对电视上看到的情况感到不安 外交部长黄英贤称伊朗是一股破坏稳定的力量 指责该国在全球范围内散布冲突 在联邦政府对伊朗实施进一步制裁前 伊朗曾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于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在美国 英国和法国 德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基础上 联邦政府又实施了新的制裁 黄英贤在接受澳广ABC采访时说 这些行动只能证明伊朗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 这表明伊朗政权是一股破坏稳定和镇压的力量 这表明它希望在世界其他地方引发冲突 我们知道它在该地区所起的破坏稳定的作用 一份新的议会报告敦促联邦政府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称澳大利亚应该大力加强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 反对党领导的委员会提出了22项建议 包括重新设立澳大利亚驻基辅大使馆 以及优先考虑乌克兰未来的煤炭运输请求 参议院的调查要求任命一名总协调员 向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并领导援助工作 迄今为止 澳大利亚已经向乌克兰捐赠了超过10亿澳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Bushmaster 步兵车 弹药和火炮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了具有长期记忆的特殊细胞 这有助于开发新的治疗冠状病毒的方法 多尔地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 能够建立识别常新冠病毒的记忆T细胞 并在两年内抵抗该病毒的后续感染 T细胞通过杀死受感染的细胞来抵抗病毒感染 并能够记住他们遇到过的病毒 这项研究针对的是对长期新冠免疫这一前研究不足的领域 长期新冠是一种慢性病 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症状 它机会影响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表现为极度疲劳 肌肉疼痛 食欲下降 睡眠问题和其他一系列问题 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所AIHW的一份新报告称 目前有近50万澳大利亚人患有失智症 失智症是由影响大脑的疾病引起的一系列症状 包括丧失思考记忆和推理能力 AIHW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 失智症药物处方数量激增了近50%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可延缓疾病进展的诊断和疗法 2022到23年度约有7.24万名30岁及以上的澳大利亚人 获得了近68.8万份失智症药物处方 而在2013到14年度约有5.08万人 获得了47.2万份处方 AIHW人口健康小组代理负责人梅兰尼·邓福德说 虽然这些数据说明人们对这种疾病有了更广泛的了解 但并不能够反映全貌 就处方配发而言 目前根据药品福利计划 只有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试症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处方 被确诊为失智症的患者比例较小 处方药是用来控制症状的 并不能够治愈失智症 有一部分被确诊为失智症的人 因为无法用药而无法获得处方 听众朋友早上好 欢迎您继续收听SBS普通话新闻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联合国称 随着非法矿工之间的战斗持续 巴布亚新几内亚暴力冲突已造成20到50人死亡 联合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顾问梅特·巴高西表示 据社区成员称 死亡人数至少为20人 但他认为死亡人数更有可能达到50人 自8月 萨卡尔家族成员在对手皮安的家族的土地上定居以来 波格拉金矿附近一直动荡不安 警方称两派之间的和平谈判失败之后 矿工们一直在发生冲突 波格拉金矿曾占巴布亚新几内亚每年出口收入的10% 但近年来暴力事件和政府接管缓慢导致生产停滞 涉嫌暗杀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枪手 已被指控犯有枪械罪行 58岁的瑞安韦斯利劳斯被指控犯有联邦枪之罪 昨天特勤人员发现他躲藏在特朗普的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场边 近12个小时 在前总统特朗普打高尔夫球位置的前方发现该枪手之后 特朗普安然无恙 这是共和党竞选人特朗普在两个月内遭遇的第二起明显的刺杀未遂事件 引发了外界对美国总统候选人安全问题的质疑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特勤局需要更多的帮助 可能需要额外的人员 在美国政治暴力没有立足之地 没有是零 从来没有 我一直谴责政治暴力并将永远这么做 在美国我们在投票箱前和平解决分歧而不是在枪口下 美国遭受了太多次刺客子弹造成的悲剧 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国家分裂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绝不给它任何氧气 以色列袭击了加沙努塞拉特那名营中的一所民宅 造成了16人死亡 其中包括5名妇女和4名儿童 以色列称其只针对武装分子 很少对个别袭击发表评论 但这些袭击往往导致妇女和儿童死亡 加沙卫生部称自10月7日以来 以色列袭击该地区已造成了4万1千多人死亡 英国首相斯塔莫承诺将开创跨境合作 打击人口走私团伙的新纪元 他正在与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会面 并表示希望了解意大利右翼政府 是如何实现沉船抵达意大利海岸的移民人数 大幅下降的 今年到目前为止 应有超过2万2千名移民从法国出发 通过危险的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 斯塔莫表示与上届政府将寻求庇护者送往卢旺达的计划不同 他的政府已经开始取得进展 我们用的不是噱头 众所周知说服四名志愿者前往卢旺达花费了7亿英镑 而我们采取的是务实的做法 我们已经用飞机送回了3000多人 因此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 这些飞机确实起飞了 但不是飞往卢旺达 而是飞回了原籍国 机上再有3000名不应该留在这里的人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足球方面 悉尼足球俱乐部新前锋 道格拉斯科斯塔表示 他已经开始努力适应新环境 这位前拜仁慕尼黑和尤文图斯球员 在弗鲁米嫩赛短暂效力之后 最近签约了这家澳超俱乐部 他被认为是澳大利亚足球史上 最重要的签约球员之一 曾多次参加世界杯欧洲冠军联赛 和欧洲高水平联赛 这位巴西人在接受SBS葡萄牙语频道采访时表示 他一直在利用第一次训练 来确定自己在球场上的位置 我可能会踢左路 因为洛利是一名重要的球员 他已经在踢右路了 正如我所说 我来这里是为了补充 因为人们对他的希望很高 但教练塔雷一直支持我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道格拉斯科斯塔将于9月19号 在亚足联冠军联赛二队对阵香港东方体育俱乐部的比赛中 首次代表悉尼足球俱乐部出场 新闻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 一奥元兑换0.675美元 1.089新西兰元 同时一奥元可以兑换4.788元人民币 5.261港币 21.528新台币 下面是天气情况 西尼情最高温度22度 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7度 布里斯班情最高温度24度 堪培拉情最高温度19度 阿德莱德情最高温度19度 波斯情最高温度27度 达尔文有正宇最高温度31度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4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